今天是台灣值得紀念的一章 現在是8點18分 再過12分鐘之後 就台灣第一對同志結婚要去登記結婚了 所以今天是值得歷史上紀錄旅客 但是很多同 尤其是你領戀 男男女因為帶領孕婦還沒通過 就卡住了 但是你領戀 他們其實用我教你的方法 還是可以升任於你 不盡然是要透過 博恩婦轉科的借經升職 也因此呢 這個是今天《平友日報》有一個 已經用這個方法 生了四個小孩子的一個同志家庭 他們兩個都是台南人 那目前在台北市開了一個 叫做翻滾拔蛋捲的一個早餐的餐廳 那他們是在2007年結婚的 那他們一直到2014年 他的就我們先講南方 因為其實兩個都是女生 南方的爸爸才接受 因為他的爸爸在地方麻痘也是旺事 那他們的方法是怎麼做 就是說他們這一隊 就是小貫跟木德 這個帳戶是木德 那太太叫小貫 那他們有一個二十幾歲的男性的友人 那給他精子 那他們在用管子 那這個管子我必須要澄清一點 就是說 精子洗出來之後 然後在這裡 一定要 如果要注到子宮的話 一定要經過離心跟洗底 但是你如果注到陰道的話 就沒關係 因為你如果說把這個精子 注到子宮 會引起子宮強烈 說說你會痛的受不了 而且也會增加感染的風險 那所以說 人工生子大衛 像伯德夫長科 可不可以做這個 可以 如果你是同志 你拿精子過來 我們跟你洗地 我只要不幫你做人工生子 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說 這個就不能優異式做 但是你自己做是可以的 就是說我去做是違法的 但是你們 你領練的人 自己做是OK的 那這OK的情況下 這個精子就必須要 我們代為處理 那我們會提供這種無盡的 這個叫做無盡的TTT管 給你們 那由這個就是注射到 理論上這個是應該有一個外管 這有一個外管 用這個管子 這個叫TTT管 那這個理論上是要做人工受精 或試管嬰兒在注射配胎用的 那你用這個放到子宮裡面去 只要你的男性有人 我現在講的是合法的程序 男性有人提供精益 但是為了確保你這個精益的來源 是不會讓你帶病的 比如說他的精益裡面也許有性病啊 披抑禁啊 或者是臨病 艾滋病 梅毒 所以最好你的男性有人來 博恩夫展科做 艾滋病 這些兼精子兼卵子的一些 一系列的評估 我算一下大概有七 有 遺酸疾病 然後如果說你更 龜毛一點 你也可以再做 脊髓萎縮 SMA 或者是X染色 你垂折症瘤菌 甚至把對方的染色 厭力變 以確保你的小孩子是健康無益 那如果不用的話 你就透過洗底 那洗底的話 這個是我們博恩夫展科的專領 洗底要以後 我把精子交給你 把這個管子交給你 那你在家裡 算了排卵日 那為了讓你的一次能夠成功 你發的部分 或0號的部分 最好在博恩夫展科 先吃個排卵藥 或打一些些的排卵症 讓卵泡從1顆變3顆到5顆 這樣才能夠一次成功 那它的程序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精子拿過來 我們會幫你做洗底 那這個是 這些方法都是目前 在人工生殖 還沒有納住童話之前 我們可以代為操作的 所以以前有些 你理念要來說 蔡醫師我要跟你借精子 蔡醫師我要去找你做試管嬰兒 蔡醫師我24號登記結婚之後 我去你那邊做試管嬰兒 這個小孩子跟我沒有嫌關係 但是透過剛才 我們在蘋果日報看到的 你今天在蘋果的網路電子報也好 或者是實體的蘋果入口都有這則故事 就是我們跟一般人一樣的幸福 他生了4個小孩子 不過我看他的影片裡面 他們一度有到泰國去做試管嬰兒 花了60萬 那你如果說要去泰國做也行 所以我最後說一個結論就是說 同志結婚在今天已經是合法化 那你如果要生小孩子 如果你有一個男性的友人 他可以提供精子 那為了確保他的精子 是不會讓你染病 他必須來我們醫院先做個評估 我們會幫你把關 那再來就是說 你要生孩子的 結婚一定會有夫妻嘛 那太太這邊要打針 那個精子來源要經過篩檢 打完針之後再用這個管子 再用這個管子把清潔的精 健康的精子放到子宮就可以了 所以以上這些 這個方法叫做自體肩液注射法 就是這個 我在同志籤裡面 你如果上BBS網站 通常會找到 我們台灣好像有不少的BBS 是你你念後男男念的一個 應該是HOMEB的一個社團 這也是蘋果日報上面揭入的 所以我看了早上看了日報 才知道說 有時候我們不懂的 同志們會他們的方法 在這裡提供 這裡做參考 那有關這個故事的 這個患德跟小患德 他們生了四個小孩子的故事 你可以看 看今天的蘋果的實體的日報 來看也可以 或者說直接上網 那網路上甚至有十二分鐘的動新聞 就是他們怎麼去求職 那四個小孩子怎麼幸福快樂 在台北開了一家蛋捲的餐廳 因為她的蛋捲就是蛋捲 已經上小學了 所以這個經驗 這個是無盡的TTT管 那精液的處理 所以我已經跟你跟大家曾經 就是說你把經驗交給幫會長 所以我們幫你把關做的心底 那剩下健康的無盡的小孩子 OK